欢迎收看第114集的数学三分钟 这条片会讲2014年DSE第八条的题目 现在两个碗,三个杯,的价钱是506元 现在如果有五个碗的价钱和四个杯的价钱是相同的话 问你一个碗的价钱是多少 我们可以切碗 碗是B,杯是C 2B加3C,就是506元 第一条饰 然后第二条饰 就是五个碗和四个杯的价钱是相同 好,在这种情况下 3和4的LCM是12,2和5的LCM是1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 这条值 乘一个数 得到一条新的公式 我会乘4 8B加12C 就会等于506乘4 而这条式 我会乘3 因为我想移到这个,4,3,1,12就变成12C 当然,5,3,1,15就变成15B 在这种情况 你看到现在12C 我会将这个搬入 8B加15B 即是23B 就会等于506乘24 再续乘4 那B呢 就是506乘4 再续乘23 那 4624 40与0 45中20 2024 再续乘4 再续乘4 8 8 3 24 8 8 16 16 16加2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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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